虽然CBA已经举办了很多年,但在联盟中裁判总是那么几位,特别是来到关键比赛之后,看来开去都是那么几位裁判在吹罚,这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杨茂公和强龙生了。 他们在自己的吹罚生涯都获得了介绍奖,这也是目前联盟最老牌的两位裁判了,而在今天,联盟正式退役这两位裁判,这一举动也获得了许多球迷的力挺,而力挺的原因就是这两位裁判在最近几年制造了太多争议判法,我们先来说说杨茂公,他在上赛季的一个判法,就直接决定了比赛胜负, 在上赛季新疆对阵山西的比赛中,当时双方在争抢的情况下球已经出界,但杨茂公并没有吹罚出界球,从而导致山西队完成一条龙上来折杀新疆,对于乔龙生也有不少争议的判法,就比如在沙东和浙江的第二轮制一的比赛中,当时乔龙生特别针对沙东南篮,只要他们亦有严重的身体接触,他的哨子就会立马响起, 这也让球迷非常不满,渐渐的,这两位裁判就有黑色的标签,而今天当球迷看到这两位裁判宣布退役之后,许多球迷当然开心得不得了了,他们都纷纷为姚明点赞,并且表示姚明又为联盟做了一件好事,在他们两个退役之后也将成为技术代表出现在比赛中,其实这样的做法,对于双方也是最好的处理办法。 感谢观看